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2017年故宫曾经举办过一次余佑润大展 对 去年 但想不到那一次大展引发了蛮多的争议 甚至有人投书认为余佑润书法展里头的作品 是不是有可能有假 是的 可是故宫 对 刚五颗领 我们先来看余佑润的字 好不好 但是我爸爸的阿公 你要给我爸爸 爸爸的阿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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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爸爸还在的话 他是86岁 爸爸的阿公留给他的 是 是 是 这应该就是招国年代的一些东西 这是雍正的时期的布局 有题词 有印章 然后这个花画得很漂亮 这个气形非常的完整 胎也非常的漂亮 三十多年前买的 大胆过来拜都没说盼 对 很厉害 对 请赞价 对 对 2017年故宫曾经举办过一次余佑润大展 对 去年 对 去年 但想不到另一次大展引发了蛮多的争议 对 甚至有人投书认为余佑润书法展里头的作品 是不是有可能有假 是的 可是故宫 对 刚五颗领 我们先来看余佑润的字好不好 余佑润的字是很有特色的 比如说我们先看他整个的构图气质 就是我们看书法跟汉画一样 是要先看整体的气质 还有他的构图布局 书法上来讲叫布局跟行器 还有气质 我们先看一下是不是余佑润 因为余佑润的个性跟他的生平我们要了解一下 就是余佑润是以前担任过我们的监察院院长 他一生形势非常的清高 同时他个性非常的豪放 非常潇洒 他不计较名利富贵 所以他为什么会大家很尊敬他 这也是个原因 那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个性跟内在的涵养 所以他写出来的字与众不同 那他的字很贵吗 他的字在2017年 在中国大陆上海的荣宝斋拍卖的时候 是拍到557万人民币 平均这样一平方尺就是20万人民币 也就是100万台币 所以他在最近几年 因为大陆的收藏家非常看重余佑润的书法 因为余佑润的草书的成就 在20世纪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大陆收藏家非常习惯一直收藏的结果 他就水涨船高 晏笔就出来了 当然要来仔细看看 因为余佑润的字外面很多人都说他们家有真的有吗 那是真品吗 这就是 刚刚有谈到要看他的整个气质 整个气质 你可以看他流畅的 但是他又不是那种流里流气的 他有一种风骨在 这个东西当然形容词 可是各位要去看线条 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 很难体会 我们看下一个 看这个 不养生而寿 处成是一先 你可以看他几个字 因为余佑润的字 他主要是学卫卑的 他除了专利之外是学卫卑 卫卑就是北方的书法 如果我们要讲中国书法 从魏晋南北朝以后分成两个趋势 一个叫做卑派 一个叫做铁派 那卑派开始是 当然是这些少数民族 北方的游牧民族 他喜欢熊强钢劍的这种书法气味 刻在石碑上的叫做碑派 所以写得非常钢劍有力 那铁派是 那南方是王羲之所领导的这种 文人雅士写在这个纸上卷上面的 比较优雅的这种小小的作品 那叫铁学铁派 那这一路铁学 从王羲之一路走到清代 一千年以上 一千年以上 到了清代的时候 大家厌倦了这种 写得太过于流滑 潇洒 或者是夸张的趣味 开始有人提倡要写这种 碑派 碑派的说法 强强钢劍的说法 所以各位看这个 幼人所接续的 跟孙中山国父一样 是从碑学里面出来的 写得非常凶强钢劍 但是我真的有点搞不懂的是 这幅字我还看得懂它写什么 不养生而受 楚臣是异仙 异仙 我们来看上一幅 好吧 上一幅 这是草书 我知道 但是同一个人写的书法 风格会差那么多吗 会 因为它有的是用 历书传书写的 有的是魏碑写的 楷书了 刚刚那是楷书 这个是用草书写的 这是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立也 所以同样是余幼润的字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格 是 但是它虽然有不同的 这种样态 样貌 可是它的主要的内涵是一样的 就是在流畅 潇洒里面 有一种风骨 有一种钢劲的趣味 有一种制作的趣味 这才是余幼润 我们看下一幅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下一幅 你看这个是很潇洒的 它写在那个监察院院长的 这个用尖上面 你可以看到黑写的 这么秀气的书法 这显然是很随意写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这个是一个对联 各位看 行修而名利 理得及心安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是比较晚期的书法 你可以看到 它这种草书 它在每一个线条里面 都具备这种一阳顿冲的趣味 用它在里面 就像太极拳一样 那打出去呢 它是有很多的变化 它不是只有这样打而已 它里面有很多变化 在里面才出去的 这是中国的线条 跟武术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各位看这个 整个的气质 你可以看到 它看起来好像很 自着 写得好像不怎么样 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但是你仔细看 它里面变化完全 就是在自着里面 产生一种 可以很耐看 耐人寻味的趣味 这就是余佑仁 好 不过余佑仁的书法 为什么会在2017年 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 这是因为余佑仁的 故宫不是应该 能够在故宫展 应该都是经过 非常多的专家鉴定过吗 对 这个是牵涉到余佑仁 本身当时 他是不慕富贵吧 所以他送书法 给人家都是不要钱的 那有时候 所讨的人太多了 他有时候 他是秘书代笔的 秘书会代笔 因为他的地位很高 后来呢 尤其是在这个 2000年以后 大陆都在收藏他的书法 所以很多的作假的人 就蜂涌而出了 就写出他的味道 这个很小心的 这个要仔细去看 但是不容易 因为书法呢 要看得懂书法 基本上你要有 比较长时间的欣赏经验 好 我们看下一张 就是这个 好 来 我们来看 当时引发争议的那一幅字 在故宫的余佑仁大展 对 故宫展览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作品里面 你猛然一看 是没有错的 但是 如果你有审美经验 书法的审美经验 你仔细慢慢去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行器 布白 线条的变化 你会觉得 这里面是有一点问题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 所以引发正义的就是这一幅 有人投书认为 我们看 对 投书认为这一幅是假的 我们看 天地有正气 你看这些东西里面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行笔 布局 挤在一起 尤其上面这边挤在一起 通常一个书法家在写书法的时候 它是有节奏感的 就是粗的细的 粗的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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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粗的 就像我们的七言绝句一样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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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有那个趣味 高潮起伏 层次上的变化 可是你会觉得它的韵律是不对的 它这个几个字挤在上面 都是大字粗的 没有 这个有问题 然后它突然间 出起来 细起来 出起来 细起来 其实这个层次感不够 我们现在看 我勾了一些红字 我们来看 所以这一幅就是刚刚那一幅 对 教授已经画了好多的 对 有一些有执意的地方 因为书法家 写完几缸水 或写了几十年 在练这个书法 练字 其实大家看见没什么 其实是有什么 因为你练久了 这个字写出来的线条 是跟它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看书法的时候 除了布局 布白 横气之外 还要看它的用笔线条 你可以看到 好 这是刚刚那幅正气歌 我勾出来的这个气 各位看这个气 事实上写得非常柔弱 那就不是余佑任的用笔 你可以看到 这个用笔是非常弱的 我们再看这个日 日星 这个日 你看这个日 这个转折的地方 是很弱的 还有这些 我勾起来 你看这个是诗 自诗的诗 这个移笛的移 还有这个直 这个线条虽然有抖动 但是很弱 很弱 这个也是一样 非常弱 你看这个好像 这个软软的那感觉 用笔的东西 它写出来 不会让你觉得软 而就觉得它好像是 很深沉的 把它磕出来那种感觉 很有力道的 像这个钛 你看这个钛的 整个的开张的点 那个笔法是很柔弱的 我们往下看 这个字 是不是线条非常弱 就这样慢慢慢慢 这样勾起来 是很弱的 这个不用讲了 这个东西是非常的 连这个结构都用的不对了 这个号也是一样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 受执意的地方 我们应该可以了解的 就是它里面确实有问题 我们看下一张 好 那这幅呢 这幅也是正气歌的一部分 因为正气歌很长 所以这是其他的部分 也具备 就是刚刚那一幅 一样一样一样 其他部分 但是它也有很多 我们要执意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到很多的用笔 都非常柔弱 你看这个山 非常柔弱 这个天 你看这个线条 好像那个虫 对不对 虫子在爬 我们看我圈起来的部分 你看啊 这些都有问题 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 错步 这个抖动啊 不是它的 另外这个 这个转折 太软了 你看这个圆形呢 很软 通常它会有点很转折 就是说 在一个圆形的线条里面 它是里面有变化 它不会这么圆 不会的 还有这个天的这条直画 也是一样横画 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还有这些如 也是一样这些线条 都很弱 你看这个力量的力 也很弱 这个这个 圆转 幽润的自然 那线条 是既圆转 又带有方折的趣味 就是它写字圆的 可是什么 是方的 是方的 圆中有方 对 它的线条圆圆的 可是你会觉得 它里面有很多的 一阳顿挫在里头 所以这个看书法 之真不容 就是它看得很细 所以书法我说过 它是中国的 视觉艺术里面 最高级的东西 所以你要了解书法 需要很长久的欣赏的经验 那我们看了这一幅 就能不能再回头 来看它的真迹 可以 这一幅正气歌 因为它写的正气歌 不是只有一幅 在它有生之年 写了很多幅 这是其中一幅 这是民国33年 远东图书公司 所出版的 余佑任草书 正气歌正经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幅 民国33年 1944年出版的 那个时候余佑任 还没那么假话 假的时候 没那么多 还没那么多 各位看它的线条 你仔细看它每一个线条 跟刚刚你看到的 感觉是一样吗 你看它的圆转的线条 每一个都是非常道地的 确实不一样 你看这个 这个线条有粗有细 有转折 有一扬顿挫 有转弯的地方 有那种 这种抖动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这个 是有力道的感觉 有力道 你可以看到它 连这个塌 这个钩都不会让你觉得它软软的 像虫像在那边爬一样 不会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 你可以看到 每一笔每一画 你看这个生唇的唇 这个字这样弄过来 它非常有力道的 还有这些圆转的地方 你看看 这圆转的地方 让你觉得它是一个 有弹性的线条 它是有力量 而且有弹性的线条 像比如说这个字 这一笔画过来 它这个 这个不会让你觉得它抖得 它好像软软的 那个感觉 都没有 这是天地的天 你看这个天 写的既潇洒 又有力道 我们看下一幅 你可以看到 它比如说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措字旁 你看这个措字旁 不会让你觉得它是一条虫 好像一条虫的感觉 不会的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点 这些东西 这些围 这个围 那种勾过来的感觉 不会让你觉得 勾一个尖尖的 不会 它会很有力道的 结束在某一个点上 可是这个点 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死在那里 不会 不会 当然我们看书法 还有行器 就是你应该看一行下来 看完它的整个笔的 用线条的节奏感韵律感 那个很重要 大大小小 错错落落 歪歪斜斜 这些东西是不是 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书法就在写的时候 它不管怎么样 它会保持一个平衡 其实中国的武术也是这样子 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里面 还是稳定的 还是平衡的 这才是书法的精神 那它的弱款 它的弱款 我们来看看 这个余佑任呢 因为它签名比较简单 它也没有写了很多的字 是 所以仿的人就 没有什么惧怕 因为只有几个 用一用就可以了 那你只要专心写这几个字就行了 当然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对 因为它只有三个字 你专心列这三个字就行了 但是你要看作品 不能只有看落款 还有这个印章也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它的落款 跟印章都很简单 所以仿的人就特别容易 但是你主要还是要看书法 作品本身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它的这个 落款 你要看它这些字 一路写下来 不是只有看这三个字 我们再看下一个 它这个 当然看得懂的 会知道它的力道各方面 还是看得懂的 可是因为它只有三个字 所以你只要拼命练 拼命练 比较容易防 比较容易 印章也很容易 它的印章也是非常简单的印章 好 在今天我们学看余佑任的书法 也许你家中也有一幅余佑任的字 赶快拿出来看一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好 下一位幸运的朋友 是庄荣媛 庄荣媛带的这次 这个是瓶子 很漂亮的花瓶 这有一点像是黄佑的 黄佑的 对 黄佑的 然后 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的落款 是大清雍正年制 而且是双悬纹 你看 这边双悬纹 好 看得很漂亮 大清雍正年制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很漂亮 大概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买的 帝当过来拜都没说破 很厉害 好 那时候买多少钱 六千块 六千块 三十年前放到现在 秀名名 这画的是鸡 是牡丹 牡丹 富贵 富贵 好 我们现场来见价 好 来 请正假 你叫什么名字 陈正佑 陈正佑 几岁 六 六 六 一个呢 你要想清楚啊 你几岁到底五岁还六岁 六岁 六岁啊 好 阿嬷带的是什么 皮胸 皮胸 皮胸啊 皮胸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 知道 好 好可爱 好 幸运的观众朋友是 三十三号 三十三号的 是你啊 你也来现场 你今天是来逛街还是 逛街 你就投票了 交票中了 三三号 想不想知道 李克老板娘身上这一块 到底价值多少 想不想 想 连我都想 我跟你讲 因为观众要求没办法了 好 是在哪里买的 什么跟托梦有关吗 他真的是十二点的时候出现的 晚上 什么意思啊 你也说漫画 很漂亮的花瓶 这有点像是黄柚的 黄柚的 然后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的落款是 大清雍正年制 而且是双悬纹 你看 这边双悬纹 好 画得很漂亮 大清雍正年制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很漂亮 大概 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买的 第一次再来拜都没说盼 不太厉害 对 好 那时候买多少钱 六千块 六千块 三十年前放到现在 小名 这画的是鸡 是牡丹 牡丹 富贵 富贵 好 我们现场来见价 好 来 请正价 十万元 来 千老板来讲一下 十万块 十万元 这个 虽然不是真正雍正的 但是这个是景德镇 真正景德镇的自己 景德镇的 真正景德镇的 应该是比较晚期 比较晚期的 新潮比较晚期的 然后呢 这是雍正的瓷器的布局 有提词 有印章 然后呢 这个画画得很漂亮 这个气型非常的完整 胎呢 也非常的漂亮 这是一个很优美的中国瓷器 值得保存 谢谢 而且它这个气很漂亮 它这个很立体 对 它这个湿酸 这个就是粉彩 粉彩 那这边是法郎 这边是粉彩 这边是法郎 所以法郎跟粉彩是放在一起 这个很难得 恭喜 买到好东西 恭喜 谢谢 好 我们下一个 参加健保的是王快明 是 要见的就是 妈妈留下来的 祖传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祖传的桌子 好不好不知道 这个你跟他一组的 妈妈留下来的 对 我不懂 这个桌子是妈妈留下来的 家传宝物 这个带一点冰 还有木拿 其实还不错 可是这一段就比较差 不较差 这个 这个我们应该讲说 这一半天堂 这一半地狱 这个 所以有一半漂亮 这一半很漂亮 那这一半是很透 有点木拿 对 你看 这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好 妈妈留下来的 好 请勾一下 家传宝物 10万元 不错 很漂亮 这边真的很漂亮 谢谢 谢谢你们参加 好 接着我们欢迎下一位 蔡秀峰 这是 看起来是日式的 这是一个日本的人 对 而且很老了 对 因为 那个是 算是我爸爸的阿公 留给我爸爸 爸爸的阿公 是是是 如果我爸爸还在的话 他是86岁了 爸爸的阿公留给他的 是是是 他这个可以打开来看 因为它 921地震的时候 有掉下来了 玻璃裂掉了 然后我再重组一个 木框把它垮下来 所以这个木框是新做的 921地震的时候 就是整个都从电视机上面掉下来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老的一个 木头的人偶 应该也不算是木头 应该是布的 什么年间你知道吗 不晓得 不晓得 他有留下来一个一排志气 是吗 对 我就说 所以他有作者的名字 是吧 可能当年留下来 就贴在那个框上面 他的制作的那个过程时间 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 OK 他上面写了什么 这应该是写到说 这个东西他有保证 如果东西坏了 他可以换 那这个 这个音乐我就觉得 这应该就是 昭和年代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昭和年代的东西 对 好 我们来见价 来 请见价 五万元 这个 这个你如果到日本网站去卖 绝对可以卖到五万块以上 是 但是 爸爸阿公留下的东西 蛮有收藏价值的 然后留在家里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接着 陈文英 陈文英是住在三峡 对 好 今天带来的就是 这个是受朋友委托的 然后我们是两台车陪他上来的 那下面那位杜先生 但是 你干嘛不自己上来呢 所以 派他上来 好 这个碗是 这是一个建瑶的茶盏 茶盏 今天有一个 这叫治菇班 治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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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一点的 噗豪是一丝一丝的 这是一点一点的 茶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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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盏要卧 卧了 卧了才会觉得说 你才有觉得那个分量 但是我觉得这个分量还不够 分量还不够 这个茶盏分量还不够 好 没关系 我们来评估一下 好 来 但是他有没有告诉你 当初买多少钱 他说是朋友的朋友让出来的 大概 那多少钱 三千 三千 三万还是三百万 三千 好 当初买三千 来 我们来建价 建价 两千元 好 茶盏 那个右色非常非常确定的 是 近代仿制 并不是真正 真正的宋代的建价 好 好 但是他这个做得很像 做得很像 好 谢谢你 谢谢 小林送给你 好 我们欢迎下一位是吴敏哲 敏哲兄带来的就是 一个何田玉 何田玉 对 何田玉 我自己认为是好像是汉朝的 汉朝的 他自己认为是汉朝的何田玉 是 上面是 日进斗金 日进斗金 是日进斗金 两条语 日进斗金 日进斗金 所以你自己怎么判断他是那个朝代的 因为他的雕刻比较细心 比较细致 不像明清的 比较有时代感 他这个比较没有 所以他说他用雕工来看 他自己用 而且他的玉子算很好 比较好的何田玉 何田玉 买多少钱 那那个是以前中美断交 有一间当铺 他们要去移清 那他的席又把一些细软 就是他不好意思说头发拿出去卖 就卖给我太太 然后就是 含那些黄金是有到十几万 那我猜这个差不多在五千块左右 好 好 所以那时候中美断交的时候 有些人移民到国外去 这些东西就便宜卖给他了 来 我们来建价 请建价 三千元 可是他不是 这不是何田玉 这是蛇文石 蛇文石 雕的是很好 可是它不是玉 它不是玉 它也不是汉草的古董 那雕的是还可以 但是它就不是一个时代年代很久远的东西 我的看法 应该是在五十年以内的东西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来参加 谢谢 好 下一位是李永康先生 好 李永康您带来的就是 蓝宝 蓝宝 蓝宝石 蓝宝 男生配蓝宝石很高贵 而且不小 这大概多大 里边写十点零八 十点几 十点零八 十点零八 买多少钱 三四十万吧 三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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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宝 他说他上面写了超过十克拉的蓝宝 对 十点零八 十点零八 蓝宝石 有证书 有证书的 这个是有证书的 十点零八克拉的蓝宝 对 好了 三十十万买 来 我们来看现在是多少 全顾价 六万元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泰国蓝 然后非常的黑 就没有蓝的感觉 因为这个宝石 是真的宝石 但是价格不会太高 也就是蓝宝要够蓝 这个不够蓝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李永康先生 谢谢 好 来 谢谢 好 接着是潘之吟 对 弟弟是你的 孙子 孙子 好有五字 你叫什么名字 陈正佑 陈正佑 几岁 六岁 六 一个人 你也想清楚 你几岁到底五岁还六岁 六岁 六岁 我也有过五岁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现在是六岁 去年是五岁 对不对 要去上学了吗 上学了 好 今天阿嬷带的是什么 快点 阿嬷带的是什么 皮修 皮修 皮修啊 皮修是什么 你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 好可爱 皮修 好 来 志盈你这是 二十年前买的 二十年前买的 买多少钱 大概一万左右 好 一万块左右的皮修 在二十年前买的 对 好 这个是阿嬷的收藏品 是一对嘛 对 一对一万块 好 那我们也要来建价 你等一下要记得想请建价 会不会 会 很有信心 大声一点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开始 来 大声 请建价 一万元 好 谢谢 好 这个是A的 A的 这是实地普通 好 好 可是你以前在家里放很久了 对 二十几年了 感觉上 放很久了 谢谢 至少是A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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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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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观众朋友是 33号 33号 是你啊 你也来现场 那佩儀姐来 我太幸运了 大家好 我最可以赢 怎么刚好抽到你 你今天是在逛街还是 逛街 今天是在逛街 买东西 然后我一听说 大寻宝家在这边 我就马上过来看 我就投票了 哇 竟然中了 33号 大家好 嗨 嗨 菁老师好 菲菁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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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也漂亮 你头发简短了 好 好 所以今天竟然这么幸运 抽到佩儀姐 她说她刚好来逛街 对 我刚刚看到 李克大家长 真正是大家长来了 我刚刚逛街看到她 我就觉得这个贵妇 气质好好 你们知道这些百货公司的 老板娘是谁吗 就是她 好 来 真的 妳好低调 我跟妳讲 扣扣姐 谢谢 扣扣姐 你身上的东西等一下 也要拿下来接 哇 没看过这么大 没看过这么大的 因为我没有被那个抽 在那抽 所以我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给她特别优待好不好 想不想知道 李坤老板娘身上这一块 到底价值多少 想不想 想 连我都想 我跟妳讲 应观众要求没办法 那佩儀抽到我们 先佩儀 你身上戴什么 我逛街 这个呢 是当初 我到 今天你没有准备 今天要来 没有 完全没有 就是逛街 想说今天穿黑色的 然后这一颗呢 其实是我要买给妈妈的 因为妈妈走了 那有时候戴在身上 会想到妈妈在我身边 这个是我之前呢 到购物台 当特别来宾 我看到购物台 在卖这个 类似这个样子 我就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 妈妈来戴 就是大的又可以看得到 那我就跟老板讲 我要买 老板就说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我店里面有很多高档的 你来看 就跟他到店里面去看 结果真的不一样 就这一颗 都蛮大质的 好漂亮 那当时买多少钱 我那时候 买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去看 它开价是四十万 哦 对 那我就先付定金 后来 那怎么样 这个应该有两克拉以上 对有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边 旁边的一些梯子 税赚 我们就不把它 寄入 价格 这个颜色很漂亮 你当时买了四十万 四十万 那时候是买送给妈妈妈 佩儀今天除了身上戴的项链 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建 赶快都拿出来建 我本来今天下午要跟朋友 一直去 就是 他 佩儀的包包怎么那么整洁啊 里面东西太乾淨淡淡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一个坠子 我来看就是两克拉多 我们给现场 我们让现场的 大家一起学 这样买东西 你不要买到家的 我是妈 漂亮 我漂亮 好 真的漂亮 老板娘说漂亮 谢谢 谢谢Coco Coco妹妹 漂亮 好 我们来建价 好 七十万元 我赚了三十万 OK 妈妈 我赚钱了 可不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钻石 这个钻石 这个钻石的进度 应该是VBS1 那它的颜色 G卡拉以上 所以两克拉来讲一定有 而且这个Cutting是Accident 所以说这一定有GIA证书 有 很漂亮的钻石 很漂亮 恭喜 谢谢 女人有时候就要珠宝 你说这个是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 他很喜欢买裸鑽 然后我有时候会到他 他会说叫我到他家去喝个下午茶 然后我就到他们家去 他就拿出来跟我分享 那有时候呢 你也知道 因为像我都是赚啊 赚啊 我觉得收集赚还蛮好的 我就看到 设计赚才会赚嘛 也可以这么说 然后我就看到这一颗小小的 我想说 去做一个设计款 我想这应该不贵 后来就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就说 好啊 因为他有很多颗 大颗的 因为我们俩蛮好的 他就说 你拿去叫我去鉴定 因为我问他要算多少钱 那今天来得刚好 对 也不用花那个鉴定的钱了 真好 对 平常给人家鉴定还要好 平常给人家鉴定还要好 平常给人家鉴定的时候 可可姐你辛苦什么东西拿出来 他是跟我讲 这个好吗 叫我鉴定 他说五万块 好吗 如果说愿意 愿意的话我再跟他买 叫我去鉴定 拿出来啦 这是一个 翡翠的佛像 好大颗 来讲一下这个是 这在哪里买的 这菩萨是我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他就出现的 怎么跟拖梦有关吗 他真的是十二点的时候出现的 晚上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也不能说漫画 这个钻石 应该是 CVD钻石 什么叫CVD钻石 那个是养出来的 那个不是做出来的 所以他是会长大的 对 他会长大 他会长大 赚过 这个还真的好漂亮 当初 他 他开多少钱 拿起来开六百万台币 这么大的观音很少 我们说放光玻璃 那 应该说是 可以讲说是 非常完美的一块 很漂亮 重点是带着它以后 就是 心情很好很平安 我老三百万的 说爱心骨病 好看 我心情很好 大家注意 白匪这个东西 花样学问特别多 有一种 有一种白匪 是这个 人工制造的一种白匪 那厚度各方面都很漂亮 价格也不会是很高 所以很多人买了以后 找我鉴定 发现这个根本就是合成的 最少要吃亏十倍以上 就看到这一颗小小的 我想说 去做一个设计款 我想这应该不贵 后来就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就说 好啊 因为他有很多颗 大颗的 因为我们俩蛮好的 他就说 你拿去叫我去鉴定 因为我问他要算多少钱 那今天来得刚好 对 也不用花那个鉴定的钱了 真好 对 老板看一下 平常给人家鉴定 还要好 老板在鉴定的时候 可可姐你辛苦 什么东西拿来 他是跟我讲 这个好吗 叫我借 他说五万块 好吗 如果说愿意 愿意的话我再跟他买 叫我去鉴定 拿出来啦 这是一个 翡翠的佛像 好大颗 来讲一下这个是 这在哪里买的 这菩萨是我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他就出现的 怎么跟脱梦有关吗 他真的是十二点的时候出现的 晚上 什么意思啊 你也说漫画 自己掉下来的 有一次我跟我先生一起去旅行 然后我们大概晚上六点的时候 看上他 但是因为价格说实在是有一点高 所以我们就没有太理会 但是到了晚上八点突然就接到电话 所以我们是从晚上八点九点 一直谈谈到晚上十二点 然后菩萨就出现 你是说店家打电话给你 晚上十二点了 所以你们 为了这一块佛像的翡翠 你们从八点 跟台阶小台人到十二点 我没有台阶小台人到十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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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在说缘分应该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所以你有看时间的就对了 对了 就看妈祖当时说的可以 好 等会再来见这一块 好 来 先来看佩儀的 我朋友说要卖我五万块 叫我来鉴定 好 粗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转 就是颜色缺工 粗看起来 就是用 前老板你又有点在埋伏笔的味道 也不是魔人 不然什么叫做粗看起来 用放大线这样 刚刚看觉得 它应该是完美的 对 颜色 都是很漂亮的 可是仔细看就有点怪 为什么怪呢 就是说它太漂亮了 太漂亮也会怪吗 对 可是它小颗 所以我又仔细花了一点时间看 这颗钻石应该是 CVD钻石 什么叫CVD钻石 是人工培养的钻石 钻石有人工培养的 钻石有人工培养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 钻石有人工培养的钻石 什么叫人工培养 就是人工做的 实验室里面 养出来的 养 为什么用养这个字呢 养 你看我们那个台积电 它的那个细晶片 那个是养出来的 那个不是做出来的 所以它是会长大的 对 它会长大 它会长大 好恐怖喔 钻石还会长大 这个CVD钻石是养出来的 那值不值钱呢 养出来的 所以反正它就是人工合成的 应该就是人工 人工 这叫人工钻石 人工钻石 它不是合成的 它是养出来的 养出来的 OK 那喂它吃什么 这钻石 它是一 它是经过一定的物理环境 它的分子会是动作结合 天然的钻石也是在那种环境里面 应该讲说生产出来 那算不算是一个野生的 一个是养殖的 也不是 其实我们说养呢 只是讲说 它是一种特殊的物理环境 但是它不是植物 所以它不会说像植物一样有那种 就是矿物 对 所以它是矿物 好 那这颗钻石 现阶段 在台湾已经开始普遍了 普遍 要小心 买钻石要特别小心 如果买到这种钻石 那吃亏就吃亏大了 吃亏多大 大概 我们要见价就知道 好不好 最少要吃亏 看起来很像真的 佩依你有沒有勇气见价 还是要见吗好不好 见价 见价 好 来 见价 好 如果这一颗 它要卖我五万 是天然的钻石 大概是五万 不是 我先问你 你钱付了没有 还没有 好 那没关系 朋友也要告诉你 没关系 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好 如果说是 合成钻的话 五千元 少一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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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佩依你省很大 这我好朋友 搞不好他也被骗 有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图 来 顺便给他介绍一下 这是拉曼的 拉曼光谱仪打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合成钻石的图形 合成钻石的图形 当然了 一般我们朋友们 或者民众大概 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图形 因为那样靠过仪器才知道 确定这是一个合成钻石 那请问像这种的东西 平常在珠宝楼买得到吗 讲到重点 各位 现在很多的 钻石的配钻 比如说手表上面的 或者说你的钻台 这种小配钻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 都是用这种钻做的 要小心 要小心 可能主石是天然的 但是它的配钻 配钻 配钻的是用合成的 或者用这个人工的 这我买的时候也要问清楚 而且你用测钻器测不出来 那怎么办 那配钻那么多颗 我每颗都要下去演 所以说要测别小心 如果有空的话 找我来看 好不好 因为我没有专业的仪器 太棒了 太棒了 珂珂姐刚刚说 早知道要把我叫上台 我就把我们家 那个牌子 很大 你又不跟我说 这是小鹅 可是我们家 一块小饼干而已 观音佛祖 好 来 这个真的好漂亮 当初 他从八点弹到十二点 弹了四个小时 才买到 是因为价钱还是因为 因为他 说实在他当时的开价 让我们觉得真的有点高 所以吓到 他开多少钱 那时他开六百万台币 我真的很有眼光 所以不是小饼干了 没有 我第一眼看到他 我觉得这个人气质好好 这间店有够咯开的 六百万 那是因为我先生很喜欢 他知道你是Coco姐 不是 是因为我先生 从头到尾都我先生在台 他就表现出一副 很喜欢的样子 不是 我先生都表现出一副 他很疼老婆的样子 对 对 真的 所以这是关键 所以老板开了六百万之后 太贵了你们就回去了 对吧 不然人家又卡车 叫你们回去说 所以六百万最要说到多少 我先生最后谈到 一百八十万 三分之一 你看人家开车 有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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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可以成交你就知道那个开价 到12点 你就知道有的时候那个标价 都有给他砍好几个零了 所以最后成交是一百八十万 對 一百八十万台币 好 一百八十万台币成交的 翡翠 好 翡翠观音到底现在值多少呢 好来 请建价 三百万元 三百万元 谢谢 来讲一下 来讲一下 为什么值三百万 来讲一下 首先第一 这么大的观音很少 我们说放光玻璃 那应该说是 可以讲说是非常完美的一块 然后最重要我仔细看了以后 它的雕工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精细 面容非常的漂亮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比例的 一个观音的这个像 非常漂亮 那它这个种水色怎么讲一下 这是什么种 放光玻璃种 玻璃种 是 要带放光 还带放光 而且它是这一块绿的 它有一抹亮 带一点绿 很漂亮 重点是带着它以后就是 心情很好很平安 是 我带它心情也很好 哈哈 我拿三百万的 我心情也很好 大家注意 白匪这个东西 花样学问特别多 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有一种 有一种白匪 是这个人工制造的一种白匪 那透度各方面都很漂亮 价格呢 也不会是很高 所以很多人买了以后 找我建订 发现那个根本就是合成的 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所以客户姐们好开心 非常开心 很谢谢 所以那四个小时是 值得的 值得的 谢谢钱老板 好 谢谢客户姐 谢谢 董事长 董事长我知道了 平时做很多的公益 您带这个观音 就有像您本人的这种 受施舍 做公益 这种 所以我觉得两相得意 感谢 谢谢 那我们要不要还是送一个 礼科的小礼物 好 不用了 好 好 谢谢 谢谢客户姐 谢谢 谢谢